台湾人喜欢吃火锅 一年可以吃掉300亿元的火锅商机 在最近几年有许多的火锅名店 也纷纷推出常温的火锅汤底 还附赠豆腐跟鸭蟹 让消费者在家就能品尝排队名店的美味 烧商龙头也看好名店的号张力 一口气推出了12只汤底独家贩售 不到半年业绩冲破了1亿元 也让各大卖场掀起国务大战 滚滚红汤飘出麻辣辛香 锅里满满好料 涮煮牛五花 软嫩油脂吸附汤汁 腊中带麻 齿甲流香 让人大呼过瘾 各家麻辣火锅名店人气强强棍 不只要抢店里的翻桌率 连消费者家里的餐桌也要拿下市占率 打开汤包直接倒下 一般只提供汤头不含火锅料 但这家有料汤包 最后还有小惊喜 豆腐和鸭血一包三百元油找 汤底辛辣顺口 还可以自己加点葱段 干辣椒增色提味 就和店里的火锅一样吸引人 让你在家也能轻松品尝 因为我们家比较多是海外的客人 还有熟客 他们就会说 是希望在家里就可以开锅 不用就是特别跑来西门町 这一个区域这样子 那更别说是外国的朋友 可能一年来不到一次 他就很想念这个滋味 那还有一些是留学生 他们就很想念台湾的感觉 所以我们才会推出这个汤包 让他们可以带到海外去 上飞机什么之类的 就带回去 可以在那边可以直接享用 那甚至有民众跟我们说 有些人就是带回去代购 变成代购的感觉 台湾人爱吃锅 一年四季火锅生意都很旺 冬天的排队人潮更是络绎不绝 圈台一年火锅商机高达三百亿元 各家餐厅不只要吸引来电客 更把战线拉大到超适量饭店 纷纷退出了包装汤底 从早期以冷冻的方式出现 进军竞争激烈的冷冻食品市场 羊肉炉 加母鸭销量非常好 2000年冷冻汤底的市场需求 逐渐趋向成熟 稳定 随着包装技术的革新 软罐头式的包装汤底 能够常温保存不变质 让消费者更容易攜带 四年前超市龙头首度引进 日本国务汤包 从此打开了台湾软包汤底的新市场 其实几年前消费者在煮火锅的时候 还是用白开水煮锅 那时候我们就强调说 你可以不用再用白开水煮锅 所以那时候我们从日本引进了 日式的汤底 那就发现才刚开始做 就蛮受消费者欢迎了 四年前到现在 已经成长二十倍的汤底了 超市统计从开党以来 无论日式或台式都以名店汤底最受欢迎 根据统计各大通路火锅 第一名是羊肉炉 第二名是酸菜白肉锅 这几年麻辣锅一均突起成长最快 看好消费者特别喜好名店 2018年大幅增加 太阁店 宽巷子 上海老锅底 锅主义春眼 牛头牌等名店 十二只汤底都是独家贩售 短短不到半年已卖超过一亿元 其中深受港台明星 及老饕喜爱的太阁店 一开卖就挤入热销前十名 因为其实台湾人非常喜欢吃火锅 那从我们卖的这个口味里面发现 麻辣锅又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口味 那麻辣锅大家又喜欢的就是有很多名店的 所以我们就会跟名店来讨论说 那你的名店之外 如果让大家在家里也可以享受到 你们这样的火锅汤底 那我们就把它做成汤包 让消费者在家可以享用 那其实真的反应都蛮不错的 像去年已经有三十多种了 今年到了四十八种 增加了十二种左右的汤 新的汤底 我们从九月份卖到现在 现在正是冷的时候 已经卖了超过一亿元了 根据统计每年锅底商机 都能成长10%到20% 也带动整体生鲜食材成长近两成 因为其实买了汤底 你就会想要买菜买肉买丸子来搭配 所以其实可以带动我们整体生鲜的成长 所以我们原本预估 其实汤底的月季是成长两成 那现在已经看到成长四成以上了 面对火锅汤底的新趋势 卖场业者绞尽脑汁抢商机 唯有食安上做好把关 才让汤包市场持续延烧 让消费者窝在家 就能轻松品尝更多样排队名店的美味 接着黄美琴雄如喜泰仓报道